谁在操纵命运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 发出这样的喊声 我要扼住命运的喉咙 又有多少人经过几多努力之后 终于在命运前低下了头 放弃了拼搏 有网友在来信中表示 看了了凡似讯后 变得更加消极了 既然我的命运都是定好的 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呢 该来的总会来 不该来的努力也没用 人间的多少悲剧 都被归结到命运二字上 似乎命运是造成人间种种痛苦的根源 我们把事业的低谷 爱情的失忆 孩子的病痛 家庭的纠纷等等 简单的推到命运的头上 似乎我们就真的成了 无辜的被命运作弄的受害者 我们真的对所发生的一切 没有责任 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吗 实际上 我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谱写者 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改变它 命运是整个轮回过程中 在今生的片段 每投入一次轮回 我们就像开始了一部新的舞台剧 在新的环境中进行了角色转换后 依照着我们自己编写的剧本 忘记了我们自己所编的一切 机械的按照剧本的要求演下去 命运的基本法则 命运就是今生的应受果报 串起来形成的一条路 轮回也好 命运也罢 它的运行只依照两个基本法则 周而复始 无余众生 西北纳入其中 这两个法则是轮回的根本依据 在其面前 众生一律平等 无有差别 其一就是 宇宙第一定律 因果定律 也是大家所熟知的 有因必有果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因果定律 是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 都要遵循的一个铁律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断因果关系的循环 所以 今天你对婆婆不好 种下恒沙三千世界 来世有可能 你就会夫妻关系不好 得到恶果 前世杀生太多 今世就有了病痛禅神 同时因为种下了因 那么就必然要结果 哪怕是超级力量 也不能凭空在果 没有形成的时候 将其抹掉 所以 如果你前世 做了很多坏事 应得血液病的果报 那么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阻止其发生 即使你得到 超级力量的垂青 替你挡了今生的恶报 那么 来生 你也一定要还 当然 如果有人或其他力量 愿意替你扛这个果 这又涉及到你的福报 另一份因果 算法虽然复杂 但一样遵循着因果定律 而且最终 你种的因 应得的果 是一定要接的 其二 就是天理 天理循环 报应不爽 并不是简单的 说说而已 天理实际上 是一套管理制度 详细的规定了 什么因 得什么果 多少因 得多少果 什么时刻得果 天理 不但规定着 个人的因果报应 也规定了一个地区 一个朝代 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世界的因果报应 天灾人祸 就是共业所造的 恶之果报 温室效应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一切都在天理的范畴之内 所以 一个人在某一刻 做了一件坏事 动了一个恶念 依照天理 会立刻自动排列 所应得的果报 然后转化成业障 定于下一世的 某年某月某天发生 同样 善事和功德 也一样会 自动排列到 某一特定时刻 得福报 所以 我们每一刻的 所思所念 所为 种下的因 依照天理的规定 自动转化成 按得报时刻 顺序 而排列好的果 这条线连起来 这条线连起来 就形成了 下一世的命运 很多时候 我们并没有干什么 好事 坏事 排列中 就有许多 接近空白的地方 这就是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 一生中 有太多的时间 都在等待 等待上学 等待考试 等待毕业 等待遇到心仪之人 等待事业的转折 机会的到来 等待孩子出生 无尽的等待 荒废了时日 荒废了人生 往事的业障 是如何带到今生的 我们经常听到 特别是西方教义中 总是说 每个人生来 就是有罪的 这是正确的 那么 为什么一个 刚刚出生的 纯洁的婴儿 会有罪呢 罪又是 从哪里 怎么带来的呢 在众多的听众 解答案例中 有好几例 都是年轻父母 在孩子出生后 三年时间里 没有睡过一个 整宿觉 孩子得湿疹 并常常夜间惊醒 这种情况 就是对原罪论的 一个最好的解释 实际上 人界的每个人 都有业障 业障 就是所说的罪 没有业障 就不会出现在人界 所以说 原罪论 是正确的 当应得的恶果 一经天理排列 转化成业障 就像一台 计算机的程序 记录着 所有的信息 潜伏在 人的灵魂上 从图腾上看 就是在某一特定部位的 一块黑气 坏事做了一件又一件 灵魂上的黑气 就东一块 西一块 当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这些黑气 会和灵魂一起 带到金石 并在拟定的时刻 发生作用 这就是 业障随行的方式 也就是 如影相随 当一个地区 或国家的人们 若不行善 而专造业 那么就会 同样 形成黑气 从而影响 天时地利 而得恶报 业障 在没有发作的时候 对我们 有没有影响呢 不但有 还很大 灵魂上的黑气 就像 腐蚀性液体一样 时刻侵蚀着 我们的机体 阻碍气脉的流通 压迫我们的神经 影响我们的 情绪和心理状态 所以有些人的病 是由灵性引起的 而有些人 是因为 业障缠身所致 这也就是 为什么通常 炉台长 会区分 灵性病 和业障病 业障 只有两种变化 要么被抵消掉 要么变成 灵性 发作出来 而灵性 则有可能是 业障转化的 或外部来的 问题在于 既然 业障是 一份因果关系中的果 应该不可以被抹掉 那么为什么 会被抵消掉呢 什么可以抵消 这个果呢 修佛 拜菩萨 念经 为什么可以 消业障 业障 是一份因果 关系中的恶果 同时 它是 你种的因 所应得的果 那么除了你用 另一份善因果 去抵消它 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动它 而善因果 就是功德 所以功德 可以抵消业障 详见 白化佛法类 善事 与功德的区别 修佛 修的是什么 修的是心 修出 清净心 善心 平等心 慈悲心 去除 妄心 贪心 称心 吃心 执着心 大家都知道 善恶 就在一念之间 只有把心 修正了 修善了 才能保证 不中恶因 从而 避免恶果 所以 修心 为修佛 第一要制 念经拜菩萨 并不是说 菩萨就把你的业障 消掉了 而是因为 念经拜菩萨 就是功德 果报 不可思议 成就 不可思议 功德 在正常情况下 功德 会按天理的规定 自动排序 不会主动 去抵消 某一个业障 而每当你祈求 菩萨 保佑你的工作顺利 爱情如意等等时 菩萨 可以动用神通 慈悲 用你的功德 去抵消那一个 特定的 阻碍你事业 或爱情的业障 从而 使你变得顺利 你的功德 和菩萨的 慈悲神通 缺一不可 但基础 还是你自己的功德 一份善果 去一份业障 如果有人 只是拼命 祈求菩萨 而不做功德 不念经 那么 菩萨也没有办法帮你 如果业障深 功德浅 所求之事 同样 不会成功 如何应用在 我们的生活中 明白了这一切 那么我们就应该明白 需抓紧时日 利用每一分钟 去修心 积累功德 同时 因为明白了 功德和业障之间的 深相应关系 我们每个人 可以针对自己的 业障程度 制定相应的 短期修行目标 业障深的 平时总觉得 什么都不顺 求菩萨念经很多 但还不变好 这就是 业障缠身 阻碍运程 应集中精力 消业障 多念小房子 业障浅的 一念经 就有感觉 求菩萨 美求必应 那么 就是你本身 有功德 有修行 就要提高要求 修心 积累功德 最要紧 理解了这些道理以后 希望大家 就能认清 自己的命运 是怎么形成的 不要再 怨天由人 推卸责任 而是放下包袱 专心修行 把所有等待的时间 都用在 念经 修功德上 那么即使 来世 还在人界 那我们的每一天 也会尽是 好的果报 像 生活在 天上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